回到第二节星期以得道,今天是11月3日星期日的晚上 那现在是封键 大家好,我们这节就... 支持六部曲,记得了 收音好像有点差,刚刚我听不到你讲什么 是啊,刚刚我都疼了一下,都听不到你说话 大家记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看广告,建设留言,Facebook share,订阅我们频道 最主要是按广告,让我们有广告收益 由Youtube赞助我们去帮这些手足 就是这样 太平洋有热带风暴 所以,线路比较差 大家忍受一下 是啊,山竹又来过了 又有山竹 这次是牛肉 这次不是山竹 因为这些太平洋地方 大家知道天气不稳定 所以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 topic 就是今天报这个电视宣布的 都是政府宣布 就是说林郑月娥 本来星期二要去上海开会 中国出口的会议 讲中国出口 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会去的 林郑月娥也是以香港特首身份去的 张建忠就处任了 就在香港处任 好了 政府和上面都宣布了 他就是星期三 就会将行程更改 不回来了 就直接 就不是去地獄 不回来香港 就直接飞去北京 就见这个 副总理叫做韩正 韩正也是兼任这个 中央这个港澳工作小组的组长 所以呢 由韩正见这个 林郑月娥 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就是以中国的 中共的体制来说 那其实呢 中央港澳研究小组呢 一直都是江派的狼中物 之前是曾庆红 曾庆红之后呢 就是这个叫做张德光 那习近平有很短时间做过一年 还是一年半左右呢 他是做过这个组长的 之后就交给韩正了 嗯 没错 那大家看回了 这个曾庆红 江派大官 也是太子党党灰 张德光不用说了 很明显是江派 那韩正也是江派 因为是上海市委书记出身 那这个习近平 因为他也是上海市委书记出身 当时他也做过上海市委书记 后来才被江派民选择了 好了 大家看回韩正 今次接见这个叫做林郑月娥 或者叫做赵建 大家看不看得出有什么问题呢 嗯 在市中全会之后 一个开完这么重要的会议之后 他就召了林郑月娥上去 但是要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国家主席 习近平 今天呢 星期日呢 已经到了上海了 他在上海出席的公开活动呢 都是跟那些小孩玩啊 跟着去探那些 旧那些国营的工厂啊 那些老职工啊 老革命 明天和后日都在那里 那会是礼拜二开的 那你想一下了 三天在上海 他都差不多一天 或者差不多一个钟头 出来见这个林郑月娥 所以呢 今天这个叫做呢 我们觉得他是大光灯的 刘少佳也出来够说 中央有一个最高指示给他 最高指示当然是有最高统帅的了 是不是啊 最高指示 有时呢 我插你一会儿 有时呢 就是本来 本来呢 有些东西不敢很认真解读 就是看到这些超级大光灯出来 讲完呢 你都挺有信心的 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的 是啊 你说得对了 我就看到刘少佳 我当堂放心了 最高指令 那当然是由最高统帅出来的 怎会由这个副总理 总理都不是副总理 那当然了 他是身兼广告小组联络人 或者组长 那就是说 肯定不是传达中央的最高指示 那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中央有指示给这个林郑月娥 他很大的 即是他可以直接不需要 特意找人上北京 韩正可以一起来 跟着在那里跟你见面 是吧 一起出这个会议 那我的解读呢 就是 根本 今次呢 就是一个叫做追究会 或者一个叫做召废会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当时我们 10月1号之前 收到的消息就是 上面很紧张 10月1号 会有人 做出一些令到 党国 颜面 不好看的事情出来 而林郑月娥当时都在镇 究竟能不能上北京阅兵呢 如果个个人有份去 只是他没有份去北京阅兵呢 都挺稳定的 他是最后 最后才收到通知 大家记得 他一直 本来是一直都担心着 没得上 是最后那一刻 突然之间 拍摄 是的 到最后那一刻才拍摄 你又能上来了 最后那几天 不要说不定几天 所以呢 他上到去 他是预备了空头支票 告诉他 我会怎样做 我会怎样做 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 给多长时间 我帮你解决他 用什么方法 可能都说完 但是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现在 11月3号 和10月1号之前 的香港 大家会看到有什么分别 分别是没有分别 港铁照破坏 中资照赌破 中资照赌破 360照赌 照焚毁 然后那些蓝丝照上 是被人私了 是吧 警察也 仍然是被人闹黑警 仍然是被人闹黑社会 整个社会没有改变的 不过只是你们颁布了一些法律 只是你们把香港变成 比大陆任何一个二流城市 三流城市的地方 大陆都没那么离谱 其实现在 现在又回到一个格局 就是习近平再次 并不是向林郑直接下降 再一次把香港这个局 推回到韩正 没错 这个局我们之前是见过的 我们其实都已经 不想说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这四个月以来的分析 就是其实香港这件事 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王 没错 当然其实习近平看得最重的 当然就是四中全会里面 他们的杜争的角力 到底那个胜负是怎么样 当四中全会 他已经有一个定调的时候 那这些事情 他又再把你香港的这些事务 推回韩正 你们派系的人 香港应该是你们管的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我没有理由继续去帮你去帮 七一 就是十月一号 sorry 十月一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 阅兵的时候 被你搞到颜面 颜面无存 其实已经是 香港你搞到这样 是啊 但是当于他习近平的大局 其实他当时都是继续支持林郑月娥 是啊 没得不支持 因为被你哄了 你又开张旗票上来 跟我说 先挽着钉先 别挽着 习近平的立场来说 首先 一 香港 他知道搞不好 这个是事实 第二 就是在共产党的圈子里面 他的权斗 这个香港乱局的责任 到底应该射给谁 其实又回到这个议题 那里 现在很明显 很明显 今次的替死鬼出来了 叫做韩正 星期三 就要射射 背开这件事 没理由要说 韩正 这个大局 是啊 你下来 颁布612指令 你还不搞定他 深圳又不知道什么 左阵 很多这些东西 在麒麟山庄 还是什么 迎賓館 这次很明显你说得对 习近平就再一次告诉你 不关我事 是这条狼狼搞出来的 这些东西 突然有什么问题 就要问他 而韩正 也都知道 甚至知道 这次大临架 那只架 从头凹到尾 好像在外面 橙色的那些 整个都凹了 留着眼睛在那里 看出来 喂 这么大只架 大佬 不关我事 是那八婆搞出来的 是不是要搞那八婆 那你是这个位 其实这个 典型的公司的情况 喂 本来都是老闆说事 我知道 最后 但是应该是你管的 是不是应该理什么 那只架 香港这一段 往后的轮尖 他都不可以把这一筆 不是属于他的债项 扑到自己那里 那当然了 喂 有功的当然是自己漂亮的 有架当然是要你下宿背的 没可能自己背这架 所以 这架就很明显是一个召废会 甚至乎 召到他的石棉 就是呢 我们在评估 林郑月娥 星期三上北京 是有百分之十的机会 是有机会被设职的 当然这个是不高的机会 但是呢 我想起码有七八十个百分之十的机会 她是被人召废 而要调整对香港的政策 因为呢 大家想想 刚刚星期六做了什么 新华社被人打爆了玻璃 喂 喂 你又说止暴制乱 为什么还暴过之前呢 喂 你这些警察在香港所作所为 当然了 中央迫着撑你 但是 你把香港搞得比大陆更差 你在香港 对付香港人的手法 喂 用了大陆那些 拆遷 强拆 是吧 抢屍 跟着公安局 走去包庇 你用这些方法 那我需要找你管 我就随便找个大陆的市委书记 就可以了 香港 就是要你用一个文明的方法去管 不是要你用大陆的方法 是吧 想着最初被你骗了 被你这个假洋桂子 骗了 满口英文 流出来的血都说 解解给我看 都是蓝色的 我还被你骗了 又说 口地死都会哭 全满口 都是在说这些英国人的东西 原来 你骨子里面 都是中国小龙DNA 你都是用中国那套 最原始 最残暴的方法出来搞 那我需要找你 我自己下来 我就叫王志民兼禁就可以了 是吧 我信不信你 信你 信你可能比你更好 是啊 信你就是觉得你懂得用民主的方式 有点外衣包装 不要赤裸裸裸露 我们的真身被人看 你现在不是的 你直接把我们的面具扯下来 然后还要站在前面 而且猴架腹卫 你看些人多强大 抓死你都行 school sample 把你手足足足足足 把你终于反掌 就是你不可以干扰 那你的问题 又回到那个 到底回估一下 林郑开出来的胸头支票 到底是什么情況 很明显 10月1日之后 就是大力向中央 下来乍面法 很明显觉得 只要有大梦面法 只要警察可以见到人蒙面就捉 只要不让人蒙面 就会停止一切他们眼中的暴力 事实上当好相反 事实上蒙面法更加激起香港人的强力反弹反抗 大家看到蒙面法推出之后 所有人更加坚定要跟你对抗 这是很明显的事 你欺骗任何人都欺骗 这是共产党的名义 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 你这么强力的压迫就更强力的反抗 所有人都反对你 现在警察出来濫捕 有人叫你用警察去解决 不是叫你用警察去濫捕 现在你全世界暴露在别人看 香港的警察比大陆更离谱 我敢说你在大陆住的人 都没见过大陆公安这么离谱 是持续几个月这么离谱 越来越离谱的行为 你试试在深圳那些叫什么 万象城那里 可不可以突然间一帮公安冲进去 抓人就见人 就打见顾客 买衣服那些你就打 万象城都投诉你了 你的市委书记都不用做了 是不是 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上面不是只有两个人 不是只有韩正和习近平 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 其实香港是有一帮所谓金融帮的势力 这帮人是要怎么完成习近平的中国梦 最主要这帮人在这个政体里面是要赚钱的 香港是金库的 现在很明显香港 就是根据现在的揽炒情况 以及我们成立的黄色经济圈 就是我们香港人 很明显 他们是一些好处都找不到的 很明显 这里根本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没有 将会 将会找不到钱 将会被消失 不单止被消失 是他们现在会慢慢食入肉 是 你怎么容许我的金蛋被你摧毁呢 你想想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 你所有中资背景的香港公司 基本上在香港没办法再生存 没办法再建立牌子 没办法再利用香港牌子 这个品牌去帮你赌金 就像《明创优品》那样 明创优品是一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山寨货的老千当 凭着香港的招牌 在大陆吸了过千间的特许经营商 接着他做够数在香港上市 这个很明显是大陆那种老千经济的模式 是发达的机会来的 是令我股市圈大钱 被你搞坏了 以后都没机会再发生这种情况 有一家 我也读不出名的大陆品牌的时装公司 原来在香港15间分店宣布全线建业 因为知道在香港这个鸡棚 搭不了下去了 以往在香港开20间店铺 然后每个月做假账 在香港就说生意很好 然后一年就说赚5千万 上市就值20亿 是吧 原来现在肯扔钱下来搭鸡棚 都不成功 因为上不了了 没有人要了 也没有人相信你了 以前所做下的东西 这这么多年来 在香港扔了钱下去 欠市场购买的那些 全部都白做了 是吧 是 没错 那帮人怎么办 香港原来不懂得再生金蛋 这只鸵被你的催泪蛋 毒到那只鸵都不育 是吧 是 你怎么交代 他们是没可能不出声 问题是他们在给什么压力 是 要你怎么做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提问 因为其实他们看得到 很明显很多向香港现在的政策 其实是你林郑月娥提出来 是很明显是针对商家的 其实 是啊 香港市民示威者 针对蓝色商家 很明显是不用说的 问题是 你用蒙面法 你要港铁停洗 你要任由警局 无差别冲入商场 包括今天 全部这些行为 其实是你林郑月娥政府 和你林郑月娥本人是默许的东西 是啊 你弄弄香港经济 是吧 这些事情不是香港人 这些事情不是香港人去 去杯葛我们的企业 这么简单 这些是你的政策 令到我们根本在香港 是没可能 没可能赚到钱 是啊 喂 还有啊 商场是一个吸客的地方 不是吸警察的地方 有警察的地方 谁敢去消费啊 你试一下 那些店铺 是不是 在万丈城 弄一堆防部队 在那裡 谁去买LV啊 你是不是想赶着他啊 是不是 喂大陆都不行 为什么你敢在香港做啊 我想不明白 喂大陆 喂 喂 喂 习近平 那些共产党 我要如果用土匪的方法 我不用找你这个假为洋鬼子啦 我以为你是紳士来的嘛 紳士应该用紳士的方法来处理的嘛 我要流民的 我什么要找你啊 找何君尧做啦 找曾淑和做啦 是不是啊 找得你就是啊 希望你用一个紳士的方法来做而已嘛 你也跟我说流民 你也玩流民 也都跟香港人玩流民 是不是 嗯 我看上去呢 今次她上去呢 其实她凶多吉少的 不会有好结果的 大家就是 密切留意着林郑 就是回落来 其实这个女人很喜欢 起露形于色 其实她都写在臉上 哦是的 她写字的 大家 大家要很肯定 从10月1日 郭庆元下来 那种 觉得自己有得继续做 那种微飞飞舞呢 我们都很肯定是见不到的 她上演她 是没错 肯定是 写包单 一定是被人留意 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 是 就是 要补充 是不是要讲讲四中全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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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就是 是不是这么悲观呢 我又觉得 不需要这么悲观 因为 很多现在的 坊间的 那些网红 KOL 讲到世界末日 玩完了 要加 香港已经这么紧了 还要收紧一些 老实说 再收紧 就勒死香港了 那只我是生金蛋的 你只是怕她走 你不是想她死的 是不是 很简单的道理 你不是想她死的 你不要想着 捏紧一些 她不会死的 她是会死的 她死了 你什么都没有 是吧 现在好像一个人质 你撕票 没有钱 你只能够对她好一点 你想再打大力一点 让她给你钱 很难的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所以 我认为外面坊间 说的那些 评论 或者他们的看法 都是过于悲观 有网友提醒我 他说 其实他们不是悲观 他们特意这么说 那我说 为什么特意这么说 因为他们现在 外面的人 每个人都兼职做移民顾问 香港玩完了 没得玩了 你跟我一起移民 赚钱 他赚钱 你没钱赚 那我想 是的 大家去听 某些人说话的时候 要留意 利益冲突 是的 利益冲突 没错 因为 Uncle朱跟我说 台湾通 他说 香港有些移民老千 是真的用移民老千来形容 不然不能够 形容到他 比较贴切些 你现在香港人 移民去台湾 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600万台币 验资 就是你开一间公司 你是那间公司的老板 所以就要在台湾居留了 他验完资之后 就会被居留权利了 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做这些 有人提供可以借钱给你 其实不用他借钱给你的 台湾的会计师行 只能借出来的 那600万资金 他借出来一个月就搞定了 可能有些老千 就说 你整个程序可能要半年 或者九个月 那他就收你九个月的利息 那600万台币 百几万港元 你去找任何一间会计师 都肯借出来一个月利息 两个东西都不敢跟你说 之前我有问过 他说一般收你七万元左右 另外其中包括利息 另外那些行政费 那些文件 跑腿 他实际赚四万多元左右 就是一单丢 一单丢一个移民 帮你成功赚四万多元 因为我问他的会计 那我说 那我说 你有什么好做 这些生意 那不是的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有一百个人 一百个客人 那就赚几百万了 如果你有一千个客人 就赚几千万了 那他说 那他说 最近台湾 是斗到赚两万元肯做 就是之前收你七万 现在四万多肯做了 扣回两万多元成功 就赚两万元 他说这些东西 台湾那边的人都 其实呢 你说 我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林志伟 本来你就是 本来你就是扮 帮警员 前线警员在扮 争取些东西 你一张自己 放在一个利益冲突 原来你想跟发展商 拿个价格回来 原来又搞叫警员 上去住大湾区 一开始想生意的时候 你就是有利益冲突 你讲话就是不持平 你讲的话 就是将香港警察 变成过街老鼠 让所有警察 变成你手中的蟑螂 接着每一只蟑螂都害怕 不如拿六十几万 在上面买一间屋 我们回去住 那你就发达了 一间屋给你五个鸡 那香港一万个警察 一万只蟑螂 跟着你做蟑螂 你就赚五千万 五亿啊 不是五千万 一万个警察 你想想 是不是大生意 好过上市 好过老师傅 大家要很留意 这些人 一想生意 就是会这样的 是的 林志偉 很大机会 他是在搞一盘 十亿 或者赚十几二十亿的大生意 如果香港三万元的警察 都光顾他 买碧桂圆 那他会发达了 他可能赚十几亿了 他很明显在想这些东西 你看 所以就快说 其实大部分的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就是差不多 直级多数都想 就像谢Sir那样 想着移民美国的 现在如果将你们搞成 国际级过街老鼠 那你们就只能够回大湾区 和我买楼 哦 喂 这个手段呢 其实好像跟当年共产党一样 将你变成过街老鼠 你不是跟他革命 你不是帮他做炮灰 一样的 现在他就找了你们做炮灰 接着他就估计你移民大湾区 他们搞不了台湾移民了 因为台湾那边没有回勇 但是碧桂圆那些有回勇 那这些就真的发达了 他们很大机会发达了 因为现在 他已经计划成功了 警察在香港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了 连出街都害怕 出去吃饭又不敢让人知道 就是警察 坐的士又要组两个街口楼 那以后都要迫迫大湾区生活了 那这个就是林志伟的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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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 另外有些KOL也是 跟你说香港没疫的 你跟我移民吧 那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为 也很不要的 这些叫法国难裁 这种人有报名 说明了 说明了 就无谓了 是啊 那这次时间就差不多了 是啊 没错 那说到这么多了 拜拜了